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晴天污营带来的三国沙第一次角的解说视频 本期给大家来了武将是一个神将,就是这个神造营,神造营的体力值 你别看他只有两点体力值,但是他这个武将比很多三血、四血还要肉 先看一下他这个技能,绝境锁定技,你的手牌上限加二,当你进入或脱离冰死状态时,你摸一张牌,什么叫冰死状态呢?就是求跑的状态,可以这么理解 由于是锁定技,所以说马操的铁技,或者关羽的异决,就是绝境这个技能 面对铁技还有那个异决,无法失效,因为铁技和异决,让飞锁定技失效,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边展示黑颜色,非锁定技,失效,马操这边也是一样的,指定进行判定,然后,非锁定技,失效,简单看一下 然后是龙魂,也是一个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的技能 你可以将自夺两张铜花色的牌,自夺两张铜花色的牌按以下规则使用或打出 红桃当桃,方块当火杀,梅花当闪,黑桃当无限者击 若你以磁法使用了两张红色牌,则磁牌回复值或伤害值加一 若你以磁法使用了两张黑色牌,则你弃子当前回合 这就需要注意,两张黑色牌的时候,弃子是当前回合的一张牌 所以说,自己回合的时候,如果无中被无限了,你再打无限 就不要用两张当无限 然后这个红色的话,红色两张要么加伤,要么回复值加一 一般是红桃,两张红桃,当作桃来使用的时候 是回复值加一,由于赵云本身只有两点体力值 所以说,一般是对队友使用 比较危机的时候,可以对自己使用 然后,伤害值加一是针对方块 针对方块的火杀,然后配合9,可以打出3点伤害 然后,如果对面有藤甲的话,是4点伤害 但是一般情况下,对面有藤甲,对面看到你神赵云的话 不会装藤甲,除非,装了以后,除非就是他二了 然后,神赵云的技能也比较好理解 他也是一个很强力的武将 绝境,在求逃的时候,脱离求逃状态的时候,都可以磨牌 意味着他的生存能力特别强 有的时候,你可以特意的进入这个状态 然后,你达到过位章牌的一个作用 然后,龙魂的话,可以转换牌 基本上,那些什么红桃,方块,梅花,黑桃 就是根据他这个技能来使用 比如,红桃,你就把它当做桃子来用 排里面的那些真桃 有的话可以 没必要留,你就留红桃牌 哪怕他本来是一招 比如,本来是一个无忠 或者无忠这种 无忠这种 就是说,尽量保留 尽量手上无限是肯定要有的 所以说,纯黑桃 然后红桃肯定有的 用来应急 方块这种 尽量当做火杀党 来增加他的输出 梅花的话 就当做散 就说Bush,用神造影的话 你不能用正常的出牌 来对待神造影这种武器 就是说,尽量留些需要的花色 黑桃,还有黑桃的无蟹 要保留 还有红桃的 桃子 这两 这两种花色 要保留 而且要越多越好 以防一些意外 像这种被热 或者说 对面队友被九杀的情况 神造影这武将 就介绍朝自己 接下来通过一场实战 看一下 神造影这种武将 在实战中的表现是怎样的 主要是一个 和队友的配合 好,马上带来 本期的话是一个神造影的忠诚 配合刘备 其实还是比较猛的 神造影一旦有了包养的话 也说这强度 直接上去 没有,没有队友 就算没有队友 他的作用也显示 这边刘备信任我 好散啊 这边的话 孙上香也是一个 神神 然后 打生拳 生拳的话 要尽可能压制 这边 马操的这个 铁技对我做什么 他只能封住 但是绝境封不了 我还是可以通过绝境的过牌 黑桃要尽量留一点 红桃也要留住 方块的话可以打出去 你不能按照正常的出牌 按照他自己的技能来出牌 闪的话可能不错了 对神造影来说不是很重要 他就留一些无限的黑桃 然后 红桃 做桃子 然后通过绝境 过牌 这边算是一个双奶的阵 孙上香和神兆云 双奶的阵 不对 这边刘备也可以 那就是三奶的阵 可以说防御比较强 如果刘备装的 它能够尽量 尽量用 靠我这个神造影来当 收出 如果刘备装的 它的脸弩 其实也是很强 多往后的话 尽量拿它 当白白 别动就行 这边我有个脸弩 这边 这边 对我用这个 作用不上 然后还给我 配合刘备 拿到了这个 人头 如果人头属于刘备的 主要是激将 杀死人 虽然刘备打死的 所以说人头自然是不废的 这边马超 这边直接带走点 这说神造影有包养的话 它是非常棒的 龙魂 而且 契量 用两张红色的 可以打出 这是本期的第一把 好 本期的第二把 这边的话 还是配合这个 刘备 这边的话 旅副四点的话 就说明这是一个 标准包兵 最为不尽 拉全身 尽 果然是 刘备配 神造影 还是比较猛 这边我宝石要撞开 这边我宝石要撞开 红桃还是要留的 万一 对面给你一张乐 然后你这个 刘备的牌 还不是白给 顺势的 所以说 这就体现了 我这个 无限的重要性 那我先留着 这边的话 都有 陈道 网练了之后 他 留不住牌了 没有后续叔叔们 一旦发动了技能 而且由于陈道 他本身 他是技能机制 所以说他无法做到 第一张杀 又是强中 又是九杀 他只能保证 九杀必中 但是 不是距离这一点 不如网终 所以我对人觉得 可以把他理解为 燕哥版的网终 这边只是为了发动技能 发动技能 刚才由于刘备和孙上香的 这个血线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边刘备有一个引风夹 然后桃子也要留一点 一样的 所以说 不起作用 这就是 借孙上香 他的这个 一个缺点 好 只要救一下 这边无限 看一下 没有了 它说明这边应该是孙上香 这边 他有无限 所以才卡 才会有毒 才会有毒 装个罗马 刚才我吃炎的目的 是为了 存牌 如果说我是一血的话 我存三张牌 因为这个决心 但是 存在9下 加2 加2 加2的 手牌上香 就是我一血 只能成三张牌 这边带走 瞎好事 打的话 还是先跑 旁统 或者住嘴 这样 毕竟这个 旁统状态摆在这里 先拆掉 但这边我是没有黑糖的 所以说 我 这把 没法解乐 也乐一下 没中 红桃的热 就碎热 吃了桃子 这边 刘备要分堂 分牌 我尽量用这个方块来打出杀 就是不需要真正用 真牌 就用方块来打出架牌 这边 能理解就好 就是 按照花色来出牌 就是这样 这么一个效果 这边就不上 所以带走 打的话 看情况 这边顺上香还是选择型 对付诸葛亮 我这边是没距离的 所以说 我这边是没距离的 外师傅留我了 这边我就需要方块 有了方块以后 可以打出两点上 有两三方块 留备给我一个火工 杀的话我先杀这个 残道 我先杀一下 这边顺下香无邪调 就不用我 被换卷 我这边只有一个黑岛 这样的话,猪的量通城,那就行不考虑打击就这样了 这边刘备过了他的通城,这边做的还是挺好的 刚才忘记有刘备在 好,这边 神噪音第二把,拿下胜利 这是本期第三把,神噪音,配合了还是六倍 这边有一个周态,先练一下 这边夏侯特很明显,他跳板了 刘备用桃子来拿,这个是用来当无限的 唐统的话还是优先协定调 因为他这个过论,他会破坏你的手牌结构 这个破坏你手牌结构,就等于是间接的降低,降低了 这边的话 先把装备先装起来 存一个黑桃,留着无限用 然后他把这个清风给我用 然后他把这个清风给我用 这边决斗 利用激将把夏侯昏带走 他就上这个周态吧 看看他有多少圈子,斩了三的圈 这边猪狗三是一个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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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好这边母马是一个 也算是踢 就是 不是,并不是很亏 虽然说亏是亏一点 是小極小極,谁可扶之 我对于人得之君,依所相拼命也 小極是小極 空袍 這邊我用兩個方塊帶著 卧皇后 接下來就擄著周泰了 周泰這邊只四個去 這邊柱子戰表難打 如果有連擄的話還是比較好的 他這個技能被動只能防一次 那這樣的話先撞打自己 這邊有點固活 好 好 這邊一個男蠻帶著 卓迷這邊朱德山他是沒殺的 好 這邊說明周泰他是一個 中者 就看一下徐樹的身份 這邊熊亂了一次 張秀挑戰 這邊講一下張秀和陸康 一個廢主裝備 雖然說都是廢主裝備 但是張秀他們的那些太硬去做廢主 這個也算是免費了那個 樂和兵這種延遲技能 但是陸康有一個牽結的被動 就是說 差不多 而且陸康覺醒 醫學也可以覺醒 所以說等於就是 兩個士兵在哪 這邊 這邊兩個牌子 有助容在的話 放男蠻要注意 放男蠻要注意 這邊最好不要放 這邊最好不要放 這邊有女裝來針對我 這邊有女裝來針對我 但是限制我沒有用 羊毛住在羊身上 劉備他會 就負責送牌就行 兩點傷害 你看這 希望有天驚 en 電腦 這邊現在有點卡 先為 煩溝 離奇地大 和 那这样的话,马术他的技能比较优先打马术。 由于祝容打中了,他会清理牌,所以说,这两个武器还限杂了,跟马术比较不大。 优先先把马术处理掉。 那这边先带走住了吧。 这边马术,这边一直杀的死。 这边马术处理掉了。 先看看张修,张修在哪里。 对,拆掉了。 这边马术处理掉了。 然后利用铁锁带走这个马术。 好,这把是一个比主攻比较近的二号位。 好,这把马术处理掉了。 这是一个比特席的动作。 这把马术处理掉了。 我把马术处理掉了。 我看了一个比特席。 这把马术处理掉了。 我看了一个比特席。 紫龍 紫龍 十無雙 無故上將未必成創 然後這邊先上一下 先打 神獸 心中於國神 心如願 永不開始 情意的逃予 然後先 結音的效果 三張吧 第一輪就把這個 直屬 秒掉 其實打尋御 尋御其實他的第一回合是他最脆的 因為他這邊 手排的限制 四張手排 所以說 有閃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說 一般情況下 前期 尋御要壓制小福利 好 這邊 救一下 看 這邊要救一下 先把这个赵云的冰洗先写 为人的话就压制一下他的血线就行 群绿的话尽量不要动 让武器先换掉 这边赵云又摸到这个武器 好的话可以拿来救一下宋长枪 用来硬击 这样的话只有我这边人就用装旧 装一个折戟 折戟就是没有距离 连你身边的人都打不到 因为这边只能用雷沙 就行 这边不好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弄好了 无邪点 好在这的乐众 这边我用方块的火煞 再加上酒火煞 就不回来了 还是乐旋 看一下 这边是张萨 这边他选择让我 给我哪一桶 一个无封剑 是一个负面的装备 就杀一道以后起一张 和享乐不同的是他不用起基本牌 随便一张 有点生耗 他这边状态也回上来了 装一个锦盒 盒子锦盒子的装备 也是来源于寻衣 最为不禁了 全身经历 这个已经都走多多了 看着三观眼影的话 都知道 一马胆枪出重围 一梦瑞几一帆 一心很好 鲜血染 荡阳长之之心 我随便 玄遇 带着 拿下胜利 这一把 配合的是一个曹瑞 所以我自然 如果这把 逻辑其实点错了 点了一个群 哦 这边是来不及点的 所以说点 其实点位的话会更好 这边高盛 差一把 这边高盛 差一把 我还好 可以杀两次 直接带走徐 徐树 徐树他算是你的奶妈 那些变速配合那个 曹人也比较好用 因为他可以不远的武将 可以让曹人翻魂 最为不尽 全身心大 和红土 酒在今儿 毒害是 情意比较好 一马 胆枪 重迸回 都阿顺 他是不能用救的 跟女装 人王是女风甲 这边是 叶真吉 他这边 三张牌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落神牌 不进入手牌上线 算是个小匹 但是还是没有 不能解决 他有的时候叛红的 跟他有时候 叛红的 叛红的 没错 而且叛红的 气液还很高 当年实际中 他就放不健康 他就一分手 不便宜 下红的 那根最好 封向的 是 这边把他大招打出来 然后就看好打过了 这个男马还是不要发 我吓!在里面 气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收点不过 这边的话是要放一下男马 这边他是一个标下猴 标下猴的话比戒下猴要好打多了 这边是一个标下猴岂能相随 好棒 这边是配合的 这边又是配合的 这边又是配合的 这边的话 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他这个单寻恋化和 扎扎幅限定机 这个限定机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二张的故障 就是说 让他保留一张手牌 让对面 然后其一的手牌都交对你 又有点像是 练换的话就是 只要有角色受到伤害 你就可以获得 单血的标击 然后 并获得相应的技能 就是说这个武将 不早点除掉他的话 会越来越难打 这边是 这边是 一笔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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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熱懸死了 其實剩下的還是很好打 因為他這邊又是彎星又是英姿的 比較難打 越到後擊越難打 這邊王毅自殺了 這邊我手上有無限 看相片 這邊是一個標牆 氣掉 多加的話 你只要不打他他就是這白板 這樣的話是救不回來的 等於是三點傷害 這邊的話我特意賣血 刷下牌 拿一下 我直接選擇9 我這一把拿下勝利 好 本期的三朵殺第一視角就到這裡 神趙雲的第一視角就到這裡 下季再見 拜拜 好招的第一視角 下季 你會給大家做出來的 好招配合文量 慢慢和大家講 這個組合需要注意些什麼 好招呼 下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